欲必有益,益必吉祥 每件翡翠都有着特殊的吉祥寓意 无论是作为礼物还是纪念 都有它适合的对象 经常听朋友说 不管自己带不带翡翠 一定要给孩子留件翡翠 那么什么样的翡翠才适合小孩子佩戴呢? 要送给孩子作为鼓励的翡翠又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平安扣 平安扣没有繁琐的雕琢,表面平滑 而外形大小呢,又像扣子 同时,两个字寓意明确 表达了人们朴素美好的愿望 平安扣外圈是圆的,内圈也是圆的 合起来象征碎碎平安,扣住平安,健康长寿 接着,我们来看翡翠葫芦 翡翠葫芦的口小 但圆润的肚皮鼓鼓得很大 因此呢,寓意着气度超人,度量大 此外,翡翠葫芦珠元玉润 好似一位学富武车的温润君子 通常一些文人雅士 很喜欢在车里或者腰间挂葫芦 而寿星公也是离不开葫芦 因此呢,葫芦也有着福禄双全 试图顺利,学业顺利的说法 陆路通寓意着人生的旅途畅通无阻,四平八稳 事事顺利,万事如意 小孩子佩戴的时候,用绳子穿过空洞 戴于脖颈或手上 可以随着人们的运动不停转动 象征着孩子的人生道路 从一开始就能够永远顺畅无阻 事事顺利,万事如意 长命锁,也叫做记鸣锁 是一种挂在儿童脖子上的事物 多为长辈赠予晚辈 表达了人们对幼儿平安长大 吉祥幸福的美好祝愿 一把长命锁,锁住孩子的健康 锁住幸福 从此呢,快乐无忧,健康平安 儿童佩戴宝宝佛 可以保佑其健康成长,去病消灾 可以无忧无虑,幸福快乐地长大 翡翠竹节也叫节节高 有高风亮节,步步高升 事业蒸蒸日上等美好寓意 送给小孩子,又有祝福健康成长的美意 翡翠福瓜是一种湖面光滑 曲线玲珑的瓜类翡翠雕刻 它的名字取得吉祥福气 又因为福瓜多子的特点 所以象征着多子多福 生命力旺盛,吉祥如意 福瓜的谐音还可以是福卦 也可以代表着把福气挂在身上 所以呢,小孩子佩戴也可以代表朝气蓬勃 活泼可爱,寓意着健康成长 翡翠本身有着不同的美好寓意 给小孩子佩戴翡翠是父母长辈的一种情感寄托 也是一种家庭文化的传承方式 好的家人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